胆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姜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道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